美国知名的非洲裔的歌手 Stevie Wonder 要在秋天开始进行北美洲的巡回演唱会 这位歌手 台湾的观众对他并不陌生 很多筷子人口的歌曲在台湾 观众朋友您甚至可能都可以朗朗上口 不过 Stevie Wonder在美国也是一位很知名的民权运动者 那么在一场宣传秋季巡回演唱会的记者会上 他也针对日前在美国米苏里州 有白人警察无故枪杀非洲裔的青年的事件 发表谈话 这位艺人不怕得罪人 有话就说 就在美国洛杉矶 美国知名的非洲裔的歌手 Stevie Wonder 正在举行巡回演唱会的行前记者会 这首歌 I Wish 我希望 正是 Stevie Wonder在1976年 拿下葛兰美奖最佳R&B 节奏拦掉男演唱人奖的专辑中的歌曲 Stevie Wonder即将在今年秋天展开北美洲的巡回演唱会 演唱会即将演出的歌曲 就是在1976年赢得葛兰美奖的两张一套的黑胶唱片 总共收纳21首歌的专辑 生命关键之歌 I had a desire to really do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it The songs in key of life performance Stee-d wanter今年几十四岁 一出生被送进保暖箱 却因为保暖箱氧气过量而失敏 但音乐方面的天赋却无法掩藏 四岁就会吹口琴 五岁就会弹钢琴 十一岁会十种以上的乐器 包括钢琴 电子琴 各式各样的键盘乐器都难不倒他 在歌坛数十年来 已经成为全方位的作曲家 制作人 台湾的观众对Steve Wander 最印象深刻的 应该就是Wander 绑着辫子高唱的这首歌 另外这首更加经典 当年Steve Wander邀请英国知名的歌手 Elden John 美国知名的非洲裔的女歌手 Dion Warwick 还有Glaze Knight 共同演唱这首颂扬友情的歌曲 中文字幕志们 到了2014年 现在还要进行全美国的雄回演唱会 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挑战 它是挑战的 但它是非常感兴趣 它是非常感情的 我希望分享这个经验 Steve Wander多年来同时更是积极维护 非洲裔民权的民权运动者 在舞台上的Steve Wander 也对日前发生在密苏里州佛格森镇 有18岁的非裔青年被白人警察 无故枪杀的不幸事件发表谈话 作为艺人 Steve Wander一点也不忌讳自己的发言 是不是会得罪人 I don't know if the mayor has blinders on but to say that he didn't know that there was a racial or cultural problem in the city is unfortunate Steve Wander认为 Ferguson镇的镇长没有看清在当地的 种族歧视背后真正的问题所在 依然直言不讳 作为一位非洲裔的歌手 尤其双眼看不见 在歌坛上遭遇双重歧视 不过Steve Wander没有改变过 自己的立场跟态度 迟程在歌坛数十年 明年还要发行新专辑 创作的力道从来没有停止 记者Gulas Garro 整理报导 音乐 音乐 永远 人 debts 氏